我對不起大家 我竟然今天收到了 沒想到我訂的雙色 這麼快到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訂的雙色櫻桃 是長什麼樣子的呢 來我們現在來開箱一下囉 來文文幫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是2公斤的盒子 就是這麼漂亮的盒子 2公斤的盒子 那我們看一下打開 好 現在我們要開雙色櫻桃 2公斤的雙色櫻桃喔 熱騰騰的剛剛收到的 我們看一下 好 這是2公斤的櫻桃就是這樣 雙色櫻桃 黑白的黑白的喔 那正常情況的話就是 白的這個會比較貴 然後這是黑色的 所以我才說你們大部分人 如果說 最划算的當然就是5公斤的黑櫻桃 那白櫻桃的話是比較少見到 啊現在價格比較貴一點點啦 啊我也想來吃吃看特別的啦 因為之前我們都是吃黑櫻桃 OK 那現在看到這個就是我們 實際開箱開箱的樣子 到底有多大顆呢 欸 哪一隻齒有沒有齒 我問剛剛齒咧 幫我拿一隻齒啦 我拿一隻齒 我們量一下那盒子有多大 因為很多人問我說 一公斤到底有多重 大體是有多少顆的櫻桃 我們來看一下實際上這是2公斤 那等於是一邊就是1公斤的概念 爹爹 我的大隻齒在哪邊 有沒有大隻齒 我剛剛那隻齒咧 我有隻齒的啊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盒子 我剛剛看一下 爹爹 我有隻大隻齒在那邊啊 爹爹到旁邊啊 拿我的大隻齒來啊 有嗎 沒有嗎 我有隻大隻齒 好我們看有沒有大隻齒 啊這邊 來來來這邊 好我們實際量一下 這個盒子到底有多大 這樣子 好我問你量一下 盒子 量這邊裡面比較準啦 量裡面給大家看比較準 盒子有多大 大概是 28公分 28公分 然後長然後寬咧 幾公分 20 蛤 寬幾公分我們看一下 給大家看 20 寬大概是這邊 20 寬有20公分 所以是長 長多少 長剛剛多少 28 長28 寬20的一個箱子 它這個是2公斤的 那等於是一邊這樣子就是1公斤 這是1公斤裝這樣子 那1公斤到底有多少呢 可能裝在盒子裡看不出來 啊不然呢 我們把它拿一個盤子來好不好 好拿一個盤子 我們拿一個盤子來看看到底 有多少多少顆好了 可以看到每一顆都很大顆齁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 因為有的可能會看到說稍微有一點點比較黑一點 這個是難免的 不可能說每一個每一個都是很綠的 所以有時候這個稍微有一點點比較黑一點點難免的 啊這個是你看這就很綠 好很大顆 那 可以看到這個 來 到底有多少顆我想要不要拿 要怎麼來看 那幾公分然後看幾公分 量一下大概幾公分 他很認真要量 幾公分 2.5 2.5公分 他說大概2.5公分 那我們來實際看一下到底1公斤 1公斤到底有多少顆看一下 好看一下 好一個一個算 對啊沒有啊 那幾顆 你算幾顆 你有在算嗎 嗯 好他在算 我們油吻吻來幫忙細算一下 到底有多少顆讓你們比較有概念 然後每顆你看都這麼大顆 這個是 是9 9的喔 一般櫻桃的話呢 數字越少代表越大顆 這個是9 9R的 好文文很認真在算1公斤有幾顆 我們派出文文來算一下 幾顆 現在目前也42 蛤 這邊42 目前42 好 你認真我不吵你喔 他非常認真想要算1公斤有幾顆給你們看一下 幾顆 66 目前66 所以大概 哦66大概 這樣子應該這邊還有20左右吧 我們算一下這邊 這邊盤子這邊目前是66 這邊是69 然後再加一顆70進去好了 盤子70 好像算在裡面的 在這邊放著算 2 3 4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4 15 16 17 18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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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顆耶 所以 哇 190顆 190顆喔 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梗呢 有人說怎麼看呢 我們看 大小顆就是這樣子 一般這個是叫做9R的 9R的 好 那就是梗 目前看到人家梗都是在的 那信不信有人說梗在不在 然後我的判斷是這樣子 那有時候難免不會這麼的綠 啊 稍微黑一點點 稍微黑一點也是正常的 稍微有一點點黑黑一點 但是梗都是在的 我可以看到都有梗 梗都是在的 好 那這是白櫻桃 白櫻桃當然就是很奢侈啦 更奢侈一點啦 但我覺得黑櫻桃就已經很棒了 好 強烈建議黑櫻桃CP值最高的黑櫻桃 黑櫻桃囉 好 跟大家分享 拍謝啦 我竟然先收到了 昏倒了 對不起大家 對不起喔 先偷吃了 先偷吃了 OK